佩隆江神 姬西式华言四年佛团 一句老法师的教诲 坚持诵读无量寿金 下老汇集本 一句佛号一步金 十余年来许多居士都非常熟练了 近日广东有一位法师来到我处讲法 今真得四中住持老法师同意 严厉要求改送康生凯本无量寿金 今多方努力援荣均被遭到拒绝 十五年辛苦聚集的贝鱼人聂佛团 因此事件面临解散 请问法师应如何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法师沉浸很深 古人有一句话说 临动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 这个道场 他用什么方法修行 修了已经很长的时间 已经有很好的效果了 应当赞叹 不应当改变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懂得经教的法师 为什么呢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哪个法门都好 如果是只有我都是好的 别人都是错误的 这不是佛说的 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而且还告诉我们 法门平等 无有高下 你怎么可以妄自分别呢 这是错误的 所以 道场 我没住过道场 出家的时候 在寺庙住过三年 以后再就没住过寺庙了 寺庙不欢迎我 因为我天天学经教 天天讲经教学 寺院需要的是金灿 佛寺法会 我不是为这个出家的 所以我这么多年来 在外面流浪 还好 还没握住 没动住 法语也还很殊胜 但是 我们懂得 人家道场请我们去讲经 我们对他道场赞叹 赞叹他的主持 赞叹他的大众 赞叹他的信徒 赞叹他修学的方法 这才行 这才如法了 1977年 我第一次到香港来 讲《楞严经》 那一次讲了四个月 在九龙界限街 讲两个月 在这个香港南唐道 授业老和尚的 报名讲堂 讲两个月 深一夜法语 难得了 非常好的法语 我在界限界讲经的时候 他天天来听 而且还告诉他的信徒 劝他的信徒 听我讲了一句 他请我到大雨山 他的保龄寺 去访问 他是禅宗道场 那个时候 还有四十多个人 在那边作禅 我看了很欢喜 他让我在禅堂讲开始 我不是去禅的 但是《金刚经》 《弹经》 《勇家大师》 禅宗席 我都讲过 所以我还有点口头禅 我对他赞叹辈止 回来的时候 有些同学陪我去的吗 回来在路上就跟我说 法语 你对他对禅 那么样赞叹 你为什么不说禅 我就告诉他 过人根性不一样 禅 是上根人说的 我不是上根人 我是中下根人 所以我对他赞叹 我没有这个能力学习 中下根人的时候 学净土是最有把握的 最容易的 禅地缺不是容易 为什么呢 禅一定要放下 至少你要放下支柱 对于事出事件 一切罚 职责没有了 这才证阿罗汉国啊 不证阿罗汉 出不了六道轮回 那不行啊 那不算成就啊 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业隐责吸气重 净土以后待业往生 这还真的能帮上我们忙 如果不待业 靠完全靠消业 我办不到 所以我看到别人修这个法门 我非常尊重 非常佩服 啊 我由衷的赞叹 如果连这种 这些道理都不懂 这个不可以请他来将军 请他来之后 不会斗产破坏了 啊 所以我跟李老师审恋 他在台中教学三十八年 我了解他老人家 任何法师经过台中 他一定请他吃饭供养 绝不请他将军 也不请他将开始 我乐师就问他了 为什么 哎呀 他是你不晓得 他跟我们学的不一样 他来讲他的这一套 讲了之后 我们这些人 念佛的人心都动摇了 他说我至少要花上 几十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把这个同学又恢复好 太困难了 所以决定不愧 但是从前那些法师 都懂得这个道理 随便你都可以请 他如理如法 现在 不懂了 在佛法下 基本的理解 你到人家到场 要赞叹人 你到场说 你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批评人 这个不可以 这个是不如理的 不如法的 现在真正如理如法 就越来越少了 所以不可以不知道 我赞叹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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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